中国的传统武术博大精深 有几千年的历史 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讲究内外兼修 内修品德心性 养生健康 外练技法体能 武艺自卑 杨龙飞先生六岁开始学武 爷爷杨健九注重习武养生 是杨龙飞的启蒙教练 杨龙飞精通山西柔派 螳螂拳 八卦拳 太极拳等多家内加拳法 以及七星连拳 飞龙剑 七星棍 鞭杆等正统武术 同时传授自由搏击和养生内功 习武三十多年的他 非常注重习武与养生相结合 他说 强身还有健体 只有身体健康了 生命才有意义 但健康不仅仅是皮肉的健康 有心灵的健康 他将所学的养生 武术之道传授给不同的学生 训练计划因人而异 根据不同身体状况 性格气质的人 灵活调整 通过练不通的功夫 使每位学武之人 都能切切实实地享受到 习武的种种益处 不论男女老少 皆瘦意良多 老少爺的健康 有些人会难据 大体在一年 体自然体散开 健康的健康 健康有息 所以 有 小充 一块 二十六 年 大体 一分 一分 就 就是最近 我就是不同的 每天晚上晚上晚上就看了一些电视频 但是我来到这里的朋友们就会过 我的身体会很与 这些地方都很舒服 所以这些地方都不失了 一直在这些地方 这些地方都很舒服 这些地方都很舒服 很舒服 很舒服 有很多人来过来 这些人来过来 我来说 我的身体也会很大 因为我都会很疼 我的腿也会很疼 我去做这个动作 我看了一眼 我会不会再过来 我的腿也会很健康 所以我会健康 就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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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我回来 我走了 不错的鞋子 7胰 neighbour 我是来到 ils 2天 2 然后 самый健康 我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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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dir问 подт integers ٍ 感谢 一 二 四 三 二 四 四 十 離開